今早特首林鄭月娥見過記者 提到官員戴不戴口罩 他們經過評估之後 發覺官員是不應該 跟醫護搶口罩 應該是醫護遺先 所以他自己也不戴口罩出來見記者 也跟官員說了保票都不用戴 甚至戴了也要脫 不准戴 當然這個講話有很多種的解讀 有些人會覺得政府會不會 以身作則 令到大家都對於疫情的防護上有一個新的理解 不一定要戴口罩 從好好的方面可以這麼想 但是反過來 也有些人說 這次特首他自己不戴口罩的這個舉動 是會令人覺得 第一 政府應該在採購口罩這個問題上 就是無計可施 特首自己也有說 他說在內地買口罩的時候 也不太順利 第二就是 會不會這個也反映到 香港口罩的存量 是相當之不足夠的 其實這件事都很值得大家去探討 因為 當然我們知道的數字就是 譬如每一天 香港本身的生產口罩的量 每個月都是180萬左右 看回數字來算 其實全部都是由 這個請教署的旅程教所提供的 香港有700多萬人 我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真是好杯水車身 絕對不需要我再重新一次 怎麼計算 但是特首今天這樣說的話 其實究竟會不會 令到大家對於 香港 未來一段 中短期 起碼這兩三個禮拜 會不會那個口罩供應 都仍然是 其實政府是相當悲觀的 所以就唯有自己也不戴 去以身作則 不過這樣就是 我剛才 其實在這個記者會之後 我一直從銅鑼灣回來 即是灣仔的路程上 十居其九的人都仍然是戴著口罩的 照計今天 其實這個 電子媒體或者一些網上新聞 那麼多的情況下 沒有理由 大家不知道特首說過什麼 但是仍然 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戴著口罩 那麼這個 又反映到什麼呢 是不是大家仍然沒有反映過來呢 我想多看兩三天就知道了 那麼再說了 就是這個醫護的罷工進入了第二天 我自己相當之擔心 就是說其實 你看到特首的態度 仍然都是 相對都是強硬的 而且也開始 對於醫護的罷工造成的影響 都有一些很巨細的描述 例如是說擔心 這個嬰兒的 ICU 究竟會不會因為沒有人 而出現一些 令到病人 權益受損的情況 在特首方面來說 固然希望醫護不要罷工 盡快回到他的崗位 但是 這一種的說法 又是不是能夠 令對方受落呢 反過來說 究竟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兩者之間有沒有一些談判的空間 我很期望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甚至乎就是 今天晚上或者下午 有一些中間人能夠出來 拉兩邊去談一談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香港的大型 醫護罷工 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 究竟會出現什麼的後果 大家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一些病人在這個時候 因為一些醫療失救的狀況下 而身體受到傷害的話 我想兩方面 無論是政府也好 前世醫護 示威者也好 都只會落得一個 所謂互相 去譴責 也有妥 究竟到時候出現什麼的民情反彈呢 我不覺得政府是完全掌握得到 那個民調會回到他那邊 所以我覺得政府今時今日 如果還是用 今早早那一套的方法 去處理這個罷工 我覺得並不上算 最後也跟大家提一提 就是澳門特首可誠 剛剛在過人通頭前 出來說了 就是澳門的賭場 會停開兩個星期 封賭場 很奇怪 原來他說之前 還沒有跟 一些持份者 澳門賭場的經營者 他們去 商量好 這一個就真是令人覺得 澳門和香港 所謂行政長官的管治 風格有一個大不同 澳門這次明顯 就是特事特辦 由最初他們 所謂派口罩 然後公佈 藥房的口罩 傳量 這些數字 等等 其實你都會看到 甚至乎他們那方面的 一些稅務安排 個人稅務安排 等等 其實都會看到 澳門在這方面 有很多 不同的措施 是很快 在一個順來不掩義的情況下 就做了 但是香港 就算封關 這個議題 也好 其實政府 由最初封部分 然後 再加封 到了現在 今時今日 有這個 醫護的 所謂示威的壓力下 都仍然 未能夠有一個 最後的 落實 或者一個 最後決定的方案 是怎樣做 我也覺得 你看得到 兩者之間的 執行是怎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雖然你說 特首 昨天就說了 封關的安排 但是 是不是這個就是 最後的安排呢 會不會 之後又會有轉變呢 如果有轉變的話 到時候又可以 有什麼解釋 為什麼要轉變呢 是不是就是我們不斷在開會 開會 之後的結果呢 其實昨天特首都不承認 這次的 加強封關安排 跟醫護的示威有關 但是我想一般人的 一些看法 不可能 將兩件事 完全分開去看 所以我最擔心的就是 其實政府在發表聲明 他們說的話的時候 如果跟社會民情的理論 是有一個很大的出入的話呢 這個呢 往往就會造成一個 信心危機 那我覺得呢 特區政府在這個時候呢 最怕就沒得比 如果不是的話呢 大家把澳門和香港 貨給貨的話呢 香港的政府的民望呢 固然在過去半年 就跌到一個谷底了 而會不會因為疫情 而更加 進一步見底呢 我想這個呢 也不難 大家去猜到我答案的了 這一節跟大家 聊到這裡 我們到了 我們到這兒